刚才听到你们的相处模式 不可否认你一定是非常爱这个女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初不好的人 我不相信你跟别的人能够相处好 她说你霸道 那要看对什么人 如果你对着一个强势的女人 你可能就不是这样 一个但凡是在窝里横 在家里面指手画脚 在外面去跟别人非常礼貌的人 往往是欺软怕硬的 另外她还特别在意自己的感受 一个太在意自己感受的人 当然不能照顾别人的感受 刚才你所指的 当你在身边 你不知道如何去面对她 你附和她 她说你轻视她 你要是表现得比她更专注 她又认为你抢了她的风头 什么都懂 那干脆你说吧 那你该怎么是好呢 你离她稍微远了一点 她觉得你不关心她 但是你要多做一点 她又认为你有点反客为主 是这样吧 所以你不知道跟这种人怎么相处 但其实这一切都是你教宗出的 其实你不太适合她 她适合一个什么样的人 她适合一个包容却不强势 能处处与她针锋相对 告诉她你这样做是不对的 才能够让她心悦诚服的女人 但是你一昧地顺着她 是不可以的 在爱情生活当中 如果只有一个人 掌握主要的节奏 而另外一个人 只是附和她的节奏 时间一长 表面上是合了拍 但心里是不舒服 凭什么你来主控我的节奏 所以爱情合不合拍并不重要 合适很重要 我认为你这没心没肺的个性 不适合这种处心积虑 同时内心又相对自卑的男人 她需要一个真正教会她 如何从自卑当中成长 并且能够在生活当中 直言她的一些错误的女生 你做不到 再长此以往地生活下去 你会越来越拧巴 越来越觉得自己难受 成全对方苦了自己 表面上是一种做不出 但其实是一种不和谐 我刚才在说话的时候 你一直在笑 你笑什么呢 您说的有一点点比较相似 就是我这个人 其实是有一点怀疑主义 有一点点反抗精神的人 我补充一点 其实这样的男生啊 他有的时候极度地自负 觉得自己哪儿哪儿都对 但有的时候又会极度地自卑 容易患得患失 对你也是一样 但这样的男生 也有他的可爱之处 因为他的患得患失 因为他情绪极度地高 又或者是极度地低 他有的时候会有一些天真和可爱 这也是他的优点 我的意见是 你不适合他 你可以重新考虑 这就是我的意见 谢谢你 好 谢谢图老师 谢谢